第1264集 老三你安排手下把那名骷髅拍死 一名合道镜的蝼蚁连让他们出手的资格都没有 老三轻微点头随后叫来一名造化镜巅峰的舞者 在他耳边说了两句 很快造化镜巅峰的舞者轻轻点头 冲着夜晨的方向跑过来 夜晨看到这一幕嘴角流露出一丝笑意 让一个造化镜巅峰的舞者过来 这不是送死吗 血魔剑握在手中 当看到造化镜巅峰舞者的身影 一剑挥斩而出 那名造化镜巅峰舞者不懈地嘲讽一笑 一名合道镜蝼蚁也敢率先对他出手 他随意一巴掌落下 随即一道巨大的手印 在这一刻冲着夜晨拍去 在落下的时候 他本来想要转身离开 连看下去的必要都没有 然而夜晨一剑直接撕裂一切 把他的手印砍成了两半 剑气插那之间冲向的造化镜巅峰的舞者 剑气的速度极快 造化镜巅峰舞者根本没有时间躲避 这时他内心里面感受到一股死亡的威胁 剑气虽然还没有到他的身边 但是已经划破他的肉身 好强 他真的是合道镜九层天舞者吗 他脑海里面的想法一闪而逝 整个人的头颅飞向虚空落在地面上 一具尸体直接倒下 这边打斗的声音 引起三名星窍镜强者的注意 发现自己安排的手下被一剑给斩死 难道此人扮猪吃虎 其中一名星窍镜强者冷声开口说道 除此之外 他实在想不出合道镜舞者 为什么能够秒杀造化镜巅峰 叶晨知道 再这样继续躲藏下去 已经没有任何意义 整个人直接飞向众人 冲着金色神龙的尸体而去 不好 快拦住他 叶晨的速度实在太快 让他们都有些懵了 如果不阻拦的话 恐怕十夕的时间 就能够到金色神龙的面前 一明明造化镜强者的身影冲过去 然而叶晨嘴角扶起一丝淡淡的嘲讽 手中的血魔剑直接挥斩出去 在挥斩出去的一瞬间 一道道灵力的剑光 骤然之间冲过去 剑光撕裂空间 引起一阵阵狂风呼啸 叶晨所到之处 周围的树木轰然倒地 一剑下去 其中一名造化镜的强者 一道剑气直接穿透他的胸口 围攻的造化镜强者倒吸一口凉气 看到这一幕差点被吓尿 这哪里来的核道镜武者如此恐怖 杀造化镜强者犹如土狗一般 一出手直接震住众多武者 让他们不敢轻易乱动 叶晨也借助现在的机会 来到金色神龙的尸体面前 他的手抓住尸体 随后金色神龙整个尸体 消失在众人面前 三名星翘镜强者 大眼瞪小眼 在懵逼的一瞬间反应过来 他们好不容易击杀的猎物 现在跑到别人的手上 怒气冲天 他们三兄弟 极致的速度骤然冲过去 虽然叶晨有一些邪门 能够秒杀造化镜武者 不过他们也没有放在心上 哪怕他们出手的话 也能够秒杀造化镜强者 他们就不相信 叶晨也能够把他们秒杀 恐怖的气息瞬间冲过来 叶晨眉头紧锁 没有任何的犹豫 直接逃跑 一名星翘镜八层天强者 他说不准都不能够解决 更何况现在是三名 在叶晨逃跑的一瞬间 三兄弟直接追过去 叶晨逃跑的时候 他们心里就知道 此人绝对不是 他们三个人的对手 要不然也不至于逃跑 一想到这里 他们的速度摧发到极致 只要追上叶晨 到时候金色神龙的尸体 手到擒来 一想到叶晨赶在他们的面前 虎口拔牙 内心就忍不住的愤怒 到时候抓住叶晨 绝对要好好折磨一番 敢在太岁头上冻土 活得不耐烦了 叶晨的速度虽然快 不过和星翘镜八层天的强者 还是有一些差距 哈哈 大哥 这个小子跑不掉 其中一人脸上 有一道猙獰的刀把 冷笑着开口说道 他们距离叶晨的身影 已经越来越近 恐怕过不了多久 就能够追上去 叶晨扭头看了一眼 直接施展神魔变 随后速度顿时提高几分 三兄弟看到叶晨速度加快 差点一口老血吐出来 一名合道竞舞者的速度 如此之快也就算了 竟然还没有动用权力 三兄弟为了金色神龙 忍不住速度快了几分 只要能够追到叶晨 拿到金色神龙 哪怕付出一些代价 也是能够接受的 他们三兄弟的速度发挥到极致 甚至动用秘书来提高自身的速度 三个时辰过去 三兄弟距离叶晨越来越近 已经达到一定的攻击范围 其中排行老三的强者 手中拿出一柄 通血红色的利剑 利剑散发出来的气息 正是时空之兵 他手中的剑翼抬手 一道剑气挥舞而出 一道剑光朝着叶晨的方向扑去 剑光所到之处 一排排大树轰然倒地 背后的剑光来袭 速度达到一个极致 叶晨转身停下 身上的不朽剑翼喷发出来 面对星翘景八层天的强者 他不得不谨慎对待 不朽剑翼当空 这一刻的叶晨仿佛就像是一柄绝势利剑 剑随心动 体内的能量不断地涌入到血魔剑当中 抬起手 一剑挥舞而出 凌厉的剑光骤然落下 在两道剑光接触的一瞬间 传来剧烈的波动 恐怖波动轰然爆炸 爆炸的范围从中央扩散开来 叶晨借助爆炸的冲击力疯狂地后退 在他后退的一瞬间 三名星翘景强者 骤然之间追上去 三兄弟包围住叶晨 嘴角传来一丝冷笑 叶晨看到自己被包围 脸上没有任何变化 只不过眉头紧锁 拿了我的东西 还想跑 把金色神龙交出来 可以给你留一句全尸 在三兄弟眼里 叶晨已经是一个死人 根本不可能活下去 叶晨笑而不语 他们三个人还真以为吃定他了 血魔剑和诸天神魔枪握在手中 传来不凡的气息 三兄弟看了一眼 顿时有些心动 没想到一个合道镜强者 身上的宝物倒是不少 他们三个人一眼就能够看出来 诸天神魔枪和血魔剑的步凡 绝对是超越时空之兵的存在 这种宝物 怎么能够放在一名 小小的合道镜武者身上呢 叶晨看得出来 他们三兄弟贪婪的神色 不过也要有实力 拿到手才可以 时间法则 寒冰法则 时空法则 从叶晨体内疯狂地爆发出来 此地动用法则 比其他手段更有效 况且它的法则之力有所提升 整个空气之中 三种法则肆意飞舞 周围的树木 在这一瞬间直接被冰冻住 寒冰布满地 时空法则的气息 让虚空变得极其的不稳定 时间法则的气息 流动在空间里面 三名星翘镜八层天的强者 眉头一皱 周围形成的气息 让他们都感受到一丝丝的威胁 叶晨让他们看不透 决定尽快地解决掉 以免出现什么变故 他们三个人都是使用剑的强者 还专门有一套合击绝技 他们挥手之间 三道灵力的剑光骤然冲过去 叶晨手中的血魔剑和诸天神魔枪 扛住两道剑光 在另外一道剑光袭来的时候 叶晨扭动着身体 转眼之间躲避过去 当躲避掉三道剑光以后 叶晨整个人的身体 骤然之间冲过去 在他冲过去的一瞬间 枪芒 剑光刹那之间来袭 诸天神魔枪反手一转 落在他们身体上面 快要落在他们身上的时候 其中一名强者直接抓住枪身 在抓住枪身的一瞬间 叶晨也没有任何的犹豫 随后一剑直接斩下去 一剑骤然下去 那名强者感受到锋利的剑气 快速地松开手 叶晨看了一眼 决定冲出去 和他们拼个你死我活 没有任何的作用 毕竟这里是什么地方 他都还没有搞清楚 谁知道还会有什么样子的危险 早点从他们手中逃离 才是最重要的 面对星翘镜八层天的强者 还不知道有什么隐藏的手段 叶晨不想练战 找到一个缺口直接冲出去 在他冲出去的一瞬间 动用全身力量 把速度达到一个极致 三兄弟互相看了一眼 恨不得一巴掌拍死叶晨 只能够继续追 如果是一名普通的核道竞强者 早就已经让他们斩杀 可这小子实在太邪门了 简直就是一个怪物 他们都没有遇见过这样的舞者 叶晨一路逃跑 在他逃跑的时候 专门来到一些妖兽的洞穴 在洞穴里面 他故意把妖兽吸引出来 至于后面的事情 自然交给后面三兄弟来对付 在叶晨身后的三名星翘镜强者 气急败坏 他们身上都带着一些伤势 这些伤势全部都是因为叶晨 如果不是叶晨故意吸引妖兽的话 他们现在怎么可能变成这个样子 幸好妖兽的实力并不算特别的强大 他们三兄弟出手能够对付 也是因为有三名星翘镜强者 才没有跟丢叶晨 要不然 放在他们其中一个人身上 恐怕早就已经被叶晨逃脱